好了孩子们继续后面的内容 来跟老师看一下第五这道题目 三颗下的题目了 这道题目原来是一道比赛题 所以孩子们好好的挑战一下 说到在相应的两个算式中 同样又是相同的字母代表相同的数 不同的字母代表不同的数字 问你那么四位数ABCD为几 你看那这个A是1呢 这个A是没有也是1 嗯又是1 但孩子们来看看 刚才我们在做题的时候 是不是前两个题都是加法 是 加法在分析是不是首位末位近位 就是比较简单 嗯 但现在知道题目是什么法 减法 所以孩子们你可以考虑一下 加法和减法那一个更方便呢 加法 减法 下我们吗 不是 所以加法简单 我们应该把减法变成什么法来做 变成加法 变成加法来做 对吧 嗯 那这道题怎么做 你看看啊 他减他等于他 说明上面ABCD是不是最大 嗯 那非要变回去的话就应该是谁 EFGH 加上2008 就等于ABCD了 嗯 咱就变过去了 左边的算式要变 那右边的算式呢 也要变 同样也要变化 所以我们把他们俩变过去是变成这样了 嗯 那孩子 这道题目好像有点多 出破口 看不出来 对吧 嗯 出破口 看不出来对吧 嗯 那怎么办 我们说出破口除了首位和末位还有哪 是不是净位和借位啊 是啊 加法里面是不是有净位 嗯 所以我们应该从撇的数据来看 你看 这有个关键点 H加8等于D 谁加8等于P咱们不知道 但是看下一位啊 G加0 一个数加0不应该等于他自己呢 为什么变成了C了呢 说明他和他相加 后面有什么呀 有净位 是不是一定有净位 嗯 对吧 所以有净位的话 你看一下 两个数相加 是不是最多净位1的 嗯 就想 H这个数还能是0吗 不能 还能是1吗 不能 说明H这个数 只能是2和2以上的数 对不对 嗯 嘿 咱们好像找到扑破口了 所以孩子们 到了这一步咱们知道 H是在2和2以上 大表怎么办 是不是列出好几个情况之后 11的去美举 看谁满足条件 是不是就可以了呀 是啊 咱们可以这样做 所以孩子们 但有种学想 老师好像有点多 但是呀 真不多 有的时候数字迷的题目 可能1到9 你都得试 所以咱们千万不要怕动手 半只道题真的只有这一个情况 是扑破口吗 咱们 再看 再往前走 G加0等于C 说明后面有定位 再看前一个 F加0等于B 说明F加0这后面也有什么呀 定位 应该也有定位 嗯 这这时候关键就来了啊 它有定位 这应该是至少是10 嗯 但一个数加0 怎么会有定位呢 而且是不是还加上后面的1 嗯 那你一加几才有定位啊 一加9 是不是应该一加9 所以这里这个G出来了吗 出来了 是不是只能有一个9啊 嗯 但是孩子们 这一道题老是帮你们找到了突破口 后面的内容 甚至先自己先做一做呢 赶紧按下三平键 看你能不能在三分钟的时间内 做出费道题目来 好了 孩子们时间到了哟 时间没到的话 咱们继续再做完的同学来看啊 那G是9的话 这是9 那这边的呢 也是9 也是9 是不是得把所有的字母全部都编过去 嗯 对孩子们来看 一次编就可以了 那几家4等于9 5 那所以H就是几了 5 H是不是就是5了 嗯 咱们其实都不用做那边 把这边全能推 H是5了 那这什么9 嗯 9加2 等于几啊 11 是不是等于11 嗯 是不是F也出来了 嗯 F是1 那这个F是不是就也是1 嗯 1加4 还有加上什么 近位的1 近位的1 千万不要忘了哟 等于1多少 6 6 所以1就是几了 6 所以6加2等于几啊 啊 我们第二个算式是不是全部都出来了 嗯 说明EFGH 是不是等于6195 那这个EFGH 是不是应该也等于6195呀 是 后面ABCD 是不是可以出来 5加8 是不是等于13 这要近1呀 嗯 9加0加1 是不是刚好是等于10 也近1呀 嗯 那1加0加1 刚好等于几啊 嗯 2 所以6加2等几啊 8 8 所以最后ABCD的答案出来了吗 出来了 哎 最后应该等于多少 8 2 0 3 是不是这套戏的最后结果 屏幕前的孩子 看看你都做对了吗 OK 这个题目我们来看一下更清楚的过程 刚才我们的分析 分析完了之后 最后填出ABCD是8203 好了孩子们 看总结 在一个算式里面 如果加减法有 怎么办 我们最好可以把减法变成加法 因为看上去更直观更清楚 还有 有分析的时候 除了首位和末位 是中间的近位分析 咱们也得看 嗯 再来 两个分析要相互推倒 怎么办呢 是不是相同的字母 还代表相同的数字 孩子们 刚才通过前面的例题目 我们是不是都讲了 加减法的数字笔了 是 里面需要注意的 老师也都一击的讲到了 那么 从出发里面 数字笔又有什么关键的地方呢 赶紧跟老师来看一下 下节 例六 例六也是三颗线 说在方框里面填上合适的数字 是算式成名 所以这时候 咱们就得知道 乘法是怎么乘的 来看 两位数乘两位数 是可以先用下面这个数的个位 是不是去分别乘以它 嗯 那算出的结果应该写在哪 是不是写在这 是啊 所以老师现在画合适性的地方 可重要了 一般就是乘法的脱口 再来 个位乘完 是再用十位去乘 嗯 十位乘以它 怎么办 是不是算出的结果 应该写在十位对齐 最算出的结果是就在这儿呀 是 最后再把两个算式相加 是不是都说它来 嗯 当老师把这个乘法算式说完之后 孩子们来看 有没有地方我们就能填上了呢 它加它是不是等于它 是啊 这儿有一个七 说明哪也是七 上面 是不是这儿也是七 嗯 当孩子们呀 七写完了 后面又有什么呢 我应该又从哪填起了 看一下 这就是乘法里面 也很重要的分析方法 个位分析嘛 他乘他的个位是应该是等于七 嗯 那一个数要乘一个数的个位等于七呢 好像三九二十七对吧 嗯 太多了 还有一七得七呢 所以除了个位分析 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叫做 数位分析 看怎么来 是不是这个数乘以八十多 是一个两位数 嗯 一个数乘以八十多 这个数能是二吗 不能 二乘以八十多是等于一百六十多了 嗯 一百六十多就是三位数了 是 但这儿只是两位数 那说明这里面只能填几 填一 对吧 嗯 只能填一 同样 这儿是一的话 你看这儿 它乘以它是不是也是两位数 嗯 那要是两位数的话 这儿也只能填几 一 是不是也只能填一 所以孩子们 这一个点看出来了吗 可是可关键的了 好了 这些都是一了 那一乘以八十几 这各位是几 是不是七 嗯 那说明这呢 七 所以一乘八十七等于解 八十七 一乘八十七 是不是还得八十七 嗯 这个题目解决了吗 解决了 哎 所以八加七等于净位的一 八加一是不是等于九 嗯 最终结果 九百五十七 孩子们 好了 来看一下 清楚的过程 全部听完 好了同学们 这就是我们乘法里面要注意的 记住 乘法的时候会特别多 咱们应该把每一个乘数都画出来 仔细观察它的手末位和它的树位 好了 孩子们 来看一下小冬节 这就是我们的树位分析法 乘法知道要注意什么呢 那么除法里面又有什么需要我们注意的呢 孩子们先休息会 放松一下眼睛 大伙继续